你觉得一个社会人买不起楼 是个人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 还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刚刚看完一本书叫做《为何你买不起房子》 看完之后基本上有个基本的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挺模糊的 因为这本书的确挺能看得明白的 你真的要翻查很多资料才能看得明白的一本书 没有少少经济底或者没有少少关于投资的概念 看这本书的确实很辛苦 但看完之后收获是有的 当然它的结论或者开篇的解释 比较详细总结一下这本书究竟说过什么 首先作者是一个英国的经济学家 他说出在先进的国家体系 为何那些楼贵得人民负担不起 他第一章说了土地的独特性 即是他的稀有性 他不可以再做 很难生产出来 变相来说只要经济体不断膨胀 土地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 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 除非在市场外还有另一种 跟他相等的势力介入 这个势力他就定义为政府 即是经济学家认为政府有责任 去压抑整个经济体的楼价 符合大众的利益 而因为这个独特性 令土地产生一种要经济租 即是你要用它快地 你就要交租给业主 变相来说业主在 没有生产底下 可以不路而获得社会资源 而这些社会资源 本身可以用在经济发展身上 变相来说排制了其他经济的行为 所以作者认为高地价高楼价对整个社会都是不好的 因此他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事 第二章最主要说 个人追求自治居所的 欲望是无共尽 即是每个人都希望有自己一头家 政府为了满足或设合人的需求 所以他在政策或税制上 都比较偏盘私人的居所 社会发展之中 因为楼价不断上升 而引伸了经济租 令到房产价值的金融属性 远超于居住属性 令到越来越多的人 去炒到个楼价 第三章就说了整个银行体系 按揭贷款的证券法 如何去推升楼价 首先个人如果要买楼 很少人会付出 所以要借用按揭这个杠杠 大部分先进体的政府 在售套房都有些资助 或者是津贴的 美国就有房利美 香港政府就有 香港按揭保险公司 如果你是手指客 但一家屋可以做到工程数 令到人容易上车 即是用一个很小的手脚 可以买到一个很贵的什么 当然这东西要还 在一个低息 或者楼价不断向上增长的时代 这条条是一定行的 随着楼价不断上升 而产生了一种财富后应 令到人在房的正资产里 套了一块钱 去进行消费或者投资 推高了整个经济体的GDP 楼价升了之后 人们对按揭的需求 又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按揭和楼价是 水涨船高的形式正循环 推高上去 政府开放了整个银行的业界 令到银行 除了可以利用自己的钱 借给市民去买楼 他也可以用一个融资的形式 向海外或者欧美市场 借钱 然后再借给市民去买楼 变相来说 越来越多的资金 流入了房地产市场 推高了楼价 最有趣的就是 好像有一部电影大空头说的 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包装贷款的案件 将它证券化 然后再卖给投资者 或者投资机构 例如保险公司 大人的基金 因为它本身有政府担保 它是有一个抵押品 它可以赚到的息差 风险上其实是偏低的 至于大空头那边说 为什么一个风险属性偏低的 引发了资料牙基 最主要就是银行 只要你有身份证 它就会借钱给你去买楼 在政府的担保之下 令到银行可以借更多的钱 给小市民 甚至有一些不合资格 或者没有收入 或者没有预置存款的人 都可以买到楼 令到这个贷款变得相当乱势 楼价升自然没问题 因为它可以将升值那边 拿出来然后盖它的债帽 当房地产面对高息和楼价下行 引发了全球的持有危机 政府是怎样救市呢 政府和中央的银行 以一个低息和量化宽松的形式 就是银行里面越来越多钱 去撑起市场 就好比香港 其实这一轮的升市 都是因为低息和银行水浸 令到整个资产价格的上升 历史发生的事情其实是会重复的 去到今时今日 现在就面对一个高息环境 楼价又因为环球的经济环境 或者地域政治 或者其他乱七八租的关系 产生下跌趋势 第四章经济后加讲 为什么政府要维持一个高楼价 就是因为楼价与消费 其实是一个挂勾的关系 楼价越高 其实市民的消费越多 增值了的正楼价里面 捉回一些钱去进行消费 或者进一步投资 令到经济体的GDP是有增长的 而在银行角度 它会倾向做一些有抵押的贷款 多个纯粹的商业贷款 因为商业贷款 如果你开间有限公司 你会收拾它 那银行借给你的钱 其实你是不需要还的 如果你是用层楼去抵押 基本上很难转移 很难掩盲 跌到最后银行 都会有层楼握手拿出去拍卖 所以在风险角度来说 银行是经常做一些 有抵押的贷款 多个商业贷款 在政治上的原因就是 大部分的业主都是选民 如果政府打压楼市 即是同一个选民作对 比较出名的例子 这就是董捷华的8万5万 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 推行的时机 是不太好 是撞正金融风暴 大部分的业主都结果连天 最后8万5万 这个政策是停止 有少少可惜的 如果它不停止的话 其实香港现时的环境 应该类似新加坡 公营房的比例应该会再多些 私营房的比例应该会少些 这个就是 仙势做英雄 英雄做仙势 没办法的 有时那些人真的有点扣文 来到第五章 专制学家觉得如何打破 银行 按揭 和楼价的正常 他就分为三方面打破 他就认为 如果那些人把房价 用来高贵 够于供应不够 其实是一个很创意的 因为土地本身 就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城市就是这么大 土地就是这么大 不可能 没有中生有 除非你开发一些 远一点的地方 增加供应 但是这个供应 都偏离了一个市区 算不算一个新的供应呢 如果一个规划好的城市 你胡乱去再改他的规划 他就有机会 由一个移居的城市 变成一个不移居的城市 整个情形就有点像启德 启德之前的规划 其实是很漂亮的 之后就因为 政府当局的改 令到整个规划 越改越走样 这件事有点可惜的 但是最主要他走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市民对付 屋上有需求 所以他要改 这件事真的很难说 他是对还是不对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都不同 而那个经济学家 他认为首先你要改革金融系统 最主要改变银行对 底下贴款 就是房产贷款的偏好 变成一个商业贷款 但是这件事做起来是相当难的 学者都说过 共同赚入案件 这件事挺有趣的 你出一部分钱 银行出一部分钱 然后银行跟你共同拥有这个产权 如果楼价跌的话 你的案件总价都会跌的 但是你将来买楼 如果有赚的话 你又要分钱给银行的 这个可能性高不高 我觉得不高 有点类似居屋 政府资助了某些比例 在自由市场买卖的时候 你要以当时的市价 补回地价给政府 有点像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有趣 但是不效的方法 银行都没有这个意欲 去接受跟你共同责任 去承担这个房产 如果他计算数 对的话 银行都自己有钱 去揉整条数 为什么要找你呢 然后第二件事 就是税制的改革 可行性比较高的 香港政府曾经说过的 空置税针对发展商 团积居旗 他买了一大堆地 但他不发展 将来地价上升 他就在一起成 不过好像政府研究过 但是研究出个屁 最主要是减低经济租 对整个经济体的伤害 这个政策的改革 相当有阻力 甚至是弃力不吐好 所以需要一个比较有领导才能 或者有魄力的领导人才会做到 而另一件事就是在土地供应上 政府应该提供多些公共的房屋 还有要对抗房屋的那种金融属性 就是令到他的投资价值减少 居住价值提高 有点像国家令到人提出的 房住不炒这个概念 当一个社会发展到 土地属性可以去除 附加价值 看完这本书我觉得是有趣的 理解上来其实有点难度 都欢迎大家去看一看 如果有什么感受可以一起交纳一下 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我是老易思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